美食卖场的黑色星期五优惠活动进入到第五波 而今天提早到早上八点就开门 一开始就可以看到有不少的采购人潮 即使天空飘起小雨 还是不解民众抢便宜的决心 美食卖场陆续都有人潮进进出出 九点都开了 我平常嘛差不多三四千四五千这样 今天特别多六千多块 我觉得现在的人潮没有以往那么多 不然以前的话都会提早 都会这边都会排队 抢便宜手脚要快 还有民众将整个购物车塞满衣服鞋子 也有人趁着猫罐头下杀140元 狂扫二十盒 因应超大需求 店员来回补货 而这波活动值得关注到的是 2.5克拉的钻石手链下杀一万五 24K黄金的玉米链下杀五千五 不过实际查看黄金牌架 玉米链一条大约四十五公克 大约等于一两二 以台银的牌价换算 售价约九万三 美式卖场的黄金虽然比市价贵 但还是被抢光 黑五商机大 网购业者也要来抢 这个平台推出电竞笔电 4K电视值降万元 生活用品最低一元起 还有业者寄出电竞指定品最低四折 防水靴下杀五六折 另一个网购则是有名牌包六折 以及美妆保养品五折优惠 黑五优惠周六周日还有两天 消费者关注还会再有什么好康 各大业者全力备战 银商机 TV新闻 新闻三玉节台北上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新闻网购 这世界 difficult 安全很重要 唐他